两位新人正式通过这部电影走红,不过如今的发展却是大不相同,苗苗在出演芳华前,一直在夜内跑龙套,演过《铁道游击队》,也演过《楚桥传》,都是些可有可无的角色,演了何小平一角后,这才有了小小的名气。 说来,冯小刚也是这两人的伯乐了,但由于资历浅,苗苗的事业发展也一直没有什么起色。 2020年5月21日,苗苗与郑凯在微博卡点发博,晒照官宣结婚。 10月份,苗苗为郑凯生下一个女儿,也就是说,苗苗在事业刚起步之时,选择了早遭结婚,不过丈夫是郑凯,也让她的知名度得到了提升。 苗苗的长相比较清纯,未来想要继续当好演员,还需多加磨练,当然了,也可以让郑凯帮帮忙。 钟楚希的话,事业心就比较强了,她的长相被誉为男版肖敬腾,说是比较有攻击力,也不知道这是称赞还是贬低。 芳华这部影片,让钟楚希收获了不少荣誉,之后,她的资源便一路上升,主演不断,合作成龙、钟翰良、徐征、黄景瑜等优质男演员。 除了戏约不断,钟楚希还是国内各大红盘上的宠儿,每一次的造型总能别出心裁,从气质上就能碾压很多女星。 钟楚希还特别适合复古装扮,喜欢浓妆,但其实私底下,钟楚希的打扮多半以清新为主,台上台下反差大,所以才容易让人印象深刻。 网上常说,杨子是顶流收割机,合作了邓伦、李宪、肖战,还有出世的吴某凡,但实际钟楚希也是顶流收割机,与胡一天合作了《青春虚早围》,跟肖战合作的王牌部队正在热播中, 与王一博合作了电影《维和防暴队》,目前在跟龚俊合作电视剧《我要逆风去》,合作对象均是人气极高的青年男演员,而且还是李宪的前女友,但是钟楚希的观众缘还不是很好,与其资源匹配不上,在王牌部队中,与肖战谈恋爱都被指没有CP感,希望今后能继续努力,一步一步走进观众心里吧。